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 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今天早上的主要要文有 约旦出动了数十架的战机 轰炸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位于叙利亚的据点 其中包括训练营地以及军火库 国营电视台播出了有关的片段 两名机师形容伊斯兰国是穆斯林的敌人 并用粉笔将这条讯息写在了导弹之上 但并没有交代详情 为之空袭是否造成人员的伤亡 约旦的军方就表示 今次的行动成功的摧毁了所有的目标 又说这次空袭只是开始 军事行动将会继续直至伊斯兰国被完全的歼灭 另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探望了遇害机师卡萨斯巴的家人 他形容卡萨斯巴是英雄 阿卜杜拉又表示约旦会继续投入反恐战争 日本共同社日前就报道 外相岸田文雄在参议院的会议上就表示 为确保明年在日本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 东京奥运会以及残奥委会不受到恐袭的威胁 外务省将着手加强情报机关收集以及分析情报的能力 又会增聘以及培训更多的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 另外有日本在在野党不满安倍政府不公开处理 营救人质事件的有关细节 批评首相安倍晋三封杀舆论阻止公众的监察政府 而安倍政府借人质被杀事件大力的推动修改宪法 有消息就指出当局会在明年的夏天来启动修改宪法的时间表 不过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就否认有具体的时间表 只仍然需要咨询公众 而另一方面日本乒乓球协会就宣布 为了安全的起见 乒乓球队将不会参加在科威特以及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赛事 台湾复兴航空客机坠落基隆河的空难事件 当局凌晨继续搜索12名的失踪者 天亮后配合空情总队的直升机扩大搜索的范围 台湾的中央社就报道 搜索队昨日派出了190名的潜水员 在水底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工作 但是仍然没有找到12名的失踪者 估计有遇难者的遗体已经被冲到了下游 消防员天亮后将会扩大搜索范围 扩大至关渡的桥下 而空难至今确认已经造成了至少31人死亡 当中包括22名的大陆旅客 12人仍然是失踪的状态 大陆旅客的家属已经陆续的抵达了台湾 凌晨在复兴航空人员的陪同下 到了过失的现场进行了拜祭活动 再回到香港方面的消息 本港一个多月之内已经有过百人死于流感疫情 死亡个案持续的增加 目前有幼儿园已经开始先后的爆发了流感疫情 港大的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雄日前就表示 今年爆发的H3N2流感病毒 死亡个案绝大部分是属于高危人士 情况与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是不能相比 针对今次爆发的流感疫苗 预计要到4月份才可以进行大量的生产 袁国雄担心香港未必可以及时抢到有关的疫苗 他建议香港长远要发展制药基地 当有大型的疫情爆发时也可实时的满足本港需要 本港去年有67000多宗的罪案较前年下跌了7% 除勒索和诈骗 大部分的罪案均有大幅的减少 但内地以及其他地方旅客来港方案的人数就有上升的趋势 分别增加了7%以及14% 近日有人企图向上水水货店和仓货库进行纵火 而保安局局长黎动国就表示不能容忍 警方会继续侦查以及击捕再逃人事 年近新年水货的活动再度活跃 法庭更是形容走私奶粉案件的数目直线上升 情况是属于失控 而黎动国就说政府高度重视此问题 海关会与内地部门联手来加强执法工作 政府日前召开了跨部门会议 除海关加强劫查和搜查水货黑点 警方 石环署 地震署等军会加强执法工作 解决水货店阻接以及违反地气等相关问题 看完了以上的要闻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今早港股的开盘情况 港股横指今早高开0.31% 涨77.71点 报24843.2点 国际指数涨0.15% 涨17.78点 报11806.97点 从盘面上看蓝筹股是涨多跌少 首先来看一下涨幅榜方面 华润电力涨2.5%为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康师傅控股涨2% 中电控股涨1.6% 长江实业涨1.4% 再来看一下跌幅榜方面 中国联通跌2.2% 领跌蓝筹 百利国际跌1.8% 恒生银行跌1.3% 联想集团跌0.9% 研究筹备了超过10年 内地首支期权产品上阵50ETF期权 将会在下星期一进行上市 为了加强风险控制 在上阵50ETF期权上市的初期 上交所除了会设置持仓的限额 投资门槛也会相对的较高 散户的证券资产不得少于50万元的人民币 也要有融资融券的参与资格 期权模拟交易和期货买卖等相关的经验 才可进行落场 上阵50ETF期权的投资者 要符合多重的资格 更要参加考试进行合格之后 可以说是难关重重 首批的八家做事商 市场庄家之一的齐鲁证券就指出 目前开户不算踊跃 但相信衍生产品业务未来的增长潜力巨大 是业内兵家的必争之地 公司准备了不少期权教学资料 也计划举办讲座来教育投资者进行投资 而上阵50ETF期权合约分为认购以及认估两种 本星期六会进行最后的测试 大连港股份通发出了公告表示 建议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信用增级债券 并将于2月9日起进行一系列的路言检介会 并与机构的投资者进行会面 而发行债券所得的款项 将会用于再融资以及一般营运的资金用途 公司或因应试况的波动而调整前述的计划 并因而重新分配所得款项的用途 债券的定价将通过由农营国际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以及农营国际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建营国际中国民生银行以及华泰金控 来进行入标定价程序的离定 于落实债券条款之后 预期发行人公司农营国际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建营国际 中国民生银行和华泰金控 将会订立认购的协议 贾照业发表了公告表示 以5.3亿亿元人民币约为6.73亿的港元 收购成都景新锐80%的股权 利益1.9亿人民币大约为2.41亿港元 来收购成都景新锐20%的股权 两项收购设资9.14亿元 成都景新锐主要从事于物业发展以及物业管理 成都景新锐持有位于中国 成都市青阳区马场社区一二组界内的一幅土地的全部权益 总地盘的面积约为6.09万平方米 按许可将容积率计算为总建筑面积约为26.81万平方米 作为城镇融合的住宅用途 该土地限时持作发展成都家兆业广场的第一期 以及第二期的相关用途 绿城中国回应传媒指出 向九龙仓出售持有融创中国成立的合营公司的有关权益 而公司指董事会并未就该可能出售事项 接获或者是接纳任何该等第三方所提出的任何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邀约 且公司和任何的附属公司也并无就此方面做出任何的最终协议 公司指已经一直要求不同的可行方法 以解决有关合营公司的相关事宜 包括可能像融创中国以外的任何第三方 出售公司持有的合营公司的有关权益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所有新闻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现在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13摄氏度左右 大致多云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午2点10分再会